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那先来一个自我介绍 如果大家跟我一样自恋的话 可能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是谁 再去年或今年年初的话 你可能会认识到平行宇宙的自己 然后就会有各种不同版本的自己 然后因为现在付费版 我这版我不太确定 付费版是有那个延网功能 所以你可以越来越决定这个宇宙的自己 然后这个是它会连上我自己的个人网页 然后我在2018年左右是从中央大学的天文所博士一业 然后现在自称为是一个公民天文学家 意思是虽然我不在天文的研究单位工作 但是我想要尝试用其他的方式来对天文的教育跟研究的贡献 然后我跟学长共同创办一个Attracted in Taiwan的社群 然后目的是想要让大众认识开放的天文资源 比如说开放的观测资料 以及开源的天文的软体跟程式 然后可以让大众既有这些开放的资源去做些创新应用 在教育或是研究方面 然后我们有一个FG社团是在讨论Python在天文引力的应用 然后除了我虽然已经很久没有办 就是我有时候会跟我高中的母校 中心大学附属中学 然后办天文黑科生 然后在工作方面 我一部分是时间会去承接跟資料科学 还有网站开发相关的工作 另一方面我会开发一些跟天文相关的教育产品 好虽然现在才白天 然后我想邀请大家跟我一起走到一个球馆里面 然后烈心者球馆 什么是烈心者呢 可能在在座的各位 可能有些人会跟烈心者一样 他平时在看到天文相关的薪资的话 会觉得然后呢 他们不想要看人了 他们想要去取得这些天文资料 所以他们会用Python去取得天文资料 去分析去玩这些资料 OK 然后我们走到这个酒馆里面 然后走到发台前面 然后老板专给你一个啤酒 老板的名字叫你喝了我在打 然后这两样不都是用Charge gpt 产生的 然后就问老板为什么你叫这个名字 所以老板叫你喝了我在打 然后他说来电消费一杯啤酒 就是第一个关于烈心者的问题 然后这个是我用Charge gpt 最近有一个功能叫GPS 就可以让你客制化 雕心机器人的功能 然后他可以 你可以问他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就是 你问他最近有什么天文星资 新发现 然后再来你对 这些星资里面的某一个天体 或者是天文现象有兴趣的话 然后你可以问他说 怎么去捕获这些星体的资料 比如说怎么去捕获西外其心 然后再来他可能给你一些 关于这个天文现象相关的观测资料 的望运镜之类的 你不能去再问说 如何利用这些资料 去了解这些天体或天文星像的故事 最后你可以问他如何成为烈心者 好 那我们就第一个问题 最近有什么新消息 然后他就会连上说 他会先端给一个台湾基盘啤酒 我昨天才喝了一个 然后他去查询 台北天文馆的网站 然后有列出几个新闻 比如说像 有在某一个恒星旁边 发现了西外星星 然后还有在小星星发现了卫星等等 然后他其实是连到台北科学教育馆的这个页面 然后我请他去列出这些新闻的面容 然后我对西外星星有兴趣 所以接着都问他说 列心者如何去捕获西外星星 然后他 这个连结 打开 然后他这次是给你一个 然后他说西外星星是 不是属于我们太阳系的行星 他是在太阳系之外行星绕行 它各自的恒星 然后目前比较常见的 这个侦测方法有两种 一个叫淋日法 也叫静向速度法 然后我用开一个NASA的一个网页 他会用无形的解释 所以点问日法就是 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水星淋日 或金星淋日 他就是这些西外星星在我们的视线方向上 经过他的母恒星 会造成母恒星的一些光度会下降 然后我们可以去分析 那些下降的周期性 去证明说有西外星星的存在 以及他绕行他的母恒星的轨道周期 或甚至是西外星星的大小 然后另外一个是叫印象速度法 印象速度法是它藉由恒星旁边有一个比较比较大的恒星的话 恒星会受到恒星的中理影响 它也会有一些移动 然后恒星的大气有许多元素 比如说像青的元素 那恒星的光发射出去之后 会让那个元素会 会产生在光谱上产生吸收线 所以我们可以去观测恒星的吸收线 它可能会有一些波长 因为就像我们那个救护车 因为经过呼叫的过的时候 会有那个不可的效应 所以当那个吸收线 它可能会恒星往我们这方向移动的时候 我们会偏蓝 所谓的那个频率会比较高 或偏红频率会比较低 有这个现象 观测这个现象 然后再搭配一些牛顿的力学 我们可以了解到 这个西外星星的质量等等的性质 OK 然后他还回答说 有两个太空望远镜 就是一个叫Curpleur的太空望远镜 还有一个叫Paste的太空望远镜 还有对用零日法去观测这些西外星星 然后他有列出就是有L Curve 他是专门去分析刚才上述两个天空望远镜的资料 然后再来 Astrapi是一个天文上比较常见的一个基础的 比如说单位换算根本的功能 OK 那我得知说可以 就零日法有 科普特跟Taste这两个望远镜 我想要再问他说 如何特过这两个望远镜的资料 去了解西外星星的故事 这次是比利时的提醒 然后他说就是 这两个任务都是用零日法去找西外星星 然后 Taste是比科普特在更晚的任务 然后他是 几乎是扫描全天空的星体 然后科普特只是 对片而座那方向的星体去做观测 然后他说可以做分析 就取得用Python套件去取得他的观测资料 然后这个叫NASA的Master 它就是一个算是大型望远镜的资料管理中心 比如说哈勃的望远镜 或者是最近的韦伴望远镜 等等的一个资料中心 然后他可以藉由L-Curve的套件 可以藉由这个 可以从这个资料中心下载到 Curve跟Taste的资料 然后他也可以去分析所谓的光面曲线是 就是基本上就是时序资料 就是星星随着时间的光度变化 然后去分析这个光面曲线 这个时序资料到底有没有周期性 然后他会去 我请他点上一个叫天文的资料科学 他这个页面 然后他会整理出来说 要安装就是Clip install这个套件 然后他有这个去搜寻光面曲线的功能 然后还可以去移除做一些基本的杂讯处理的功能 然后再来可以去把它变成一个 就是类似傅立叶分析的那种功能 然后他现在提到这个 天文的资料科学就是以台北天文馆等网站作为新闻题材 然后就是介绍相关的开源软体跟观测资料 然后可以引导读者去使用太整人士来取得 然后视觉化分析这些资料 然后相关的程式码有开源在我的bHub上面 然后目前有就是 如何取得太阳的观测资料 然后如何取得彗星的轨道资料 或者是如何取得韦伯太空网星的资料 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 如何用LineCurve去取得西万行星的观测资料 然后我有用Collab把它放在上面 然后大家可以去玩玩看 第一个就是安装完Lcurve之后 它有一个SearchLineCurve的function 然后它可以去搜寻像科普乐或刚刚提到的Test 这个旺金的观测资料 然后再来是下载它的广见曲线 再来可以视觉化 它背后是用Map Priority去视觉化它的光面曲线 就是它恒星的光度随着时间的变化这个持续资料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说 这边有一个比较大的低频的算是某种杂讯 所以应该是我们来先看 就是我们应该可以看到一个就是那种感觉 像是有周情性的下降的现象 这可能就是西万行星经过它恒星的 四天方向上经过恒星 然后造成它的恒星的光度下降的现象 但是这个讯号还有包含的就是比较低频的讯号 就会做一些处理 比如说设定高通力 预播之类的 然后去或是移除一些异常值 然后都会把它拉平成这样子 然后就会看到一个就是一下限 就是光度随着时间会有周期性的下降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要去分析它的周期 然后这边它有提供一些方法 比如说一个叫Buzz List Square 它是一种版本去分析 西万行星周期的一个演算法 然后它都会制作出就是算出类似 就是复利率转换的那个程度 比如说就是这边是横轴是周期 然后某个周期它最短就要的power 大概是0.83片 然后这个有个西外行星它在绕一个恒星的回到周期 就是0.83片 然后再来就是刚刚看到这个 我们通常会做一个叫Volite Curve 就是折合光线曲线 就是让它的 你看它的临日就是光度下降的那个现象 会比较明显一点 意思是说我们可以把在 在行星在绕行恒星的不同的所谓的阶段或者Face 去切成不同的资料 比如说每一次经过恒星前面 就是这个下降的时间点的资料收集在一起 然后绕到后面的资料收集在一起 然后切成不同的Face 然后我们会加强那个各个Face不同的信号 所以会则画出这个所谓的叠合光线曲线 你就可以看出更明显看出就是 因为行星经过恒星前方的关系 造成恒星的光度下降这个现象 然后所以我们就 这边是示范说 怎么去利用这个资料 跟这个Python刀件 然后去找到一个系外行星 然后我这边有延伸一个 我去年参加那个Idehome帖文赛 然后用Streamlit 製作出两个跟天文资料分析相关的App 然后原资的文章就是 这整个这两个App的制作过程 然后这个一个App是系外行星的App 然后它有介绍什么是系外行星 然后怎么去从一些网站上下载资料 也是NASA的系外行星的资料库的网站 然后再来是 这边还有一个是怎么去透过L-CURF套件 或是TRA Query这个Python套件去取得 系外行星资料的程式法办理 然后再来就是做出 这是从NASA系外行星资料库取的资料 然后把它做成一个列表 然后你这个连结可以看出 就是NASA型艺术家去画出 系外行星的一些 就是艺术家认为这个系外行星长成 怎样的一个画面 然后再来我这个画面是去 会去做一个统计 比如说目前发现系外行星的方法 然后大部分都是零日法 再来大概占78%左右 然后再来是第二个是 刚才提到的镜像速度法 然后还有做一些比如说发现年份 等等的这个统计图表 然后再来就是我 这个界面就是用比较方便的方式去呈现 刚刚我也说就是怎么去从最初原始资料 然后分析出这边有个消除靓心趋势 移除异常值 你都可以看出这个光面曲线下降的 这是系外行星的APP 另外一个是动力波的APP 基本上动力波是两个像K洞 用大质量的银体 在互到过程中碰撞 然后引发了一个动力的涟漪 然后这边有介绍说可以去 重力波的开放科学指导中心下载 还有相关资料还有相关的派遣套件 然后这边有列出重力波事件的 目前人类发现的重力波事件 比如说第一个1509 人类手势发现的重力波 在2015年发现的 然后再来就是会做一些统计 然后这张图是用法特里画的 然后去画出就是它两个 自立星比如黑洞或中底星 合并成一个重力波事件的时候 它的合并的质量是多少 然后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奥本海默 他里面有个剧情就是奥本海默 应该是跟他学生要去计算 就是成为黑洞的一个灵界的质量 他是叫艾波浩默一线 印象中那个 就是 虽然他当初算的那个质量跟现在太阳 那大致上目前就是三个太阳质量 就三倍的 质量是三倍的太阳质量 是一个成为黑洞的质量 然后再来就是等他一下 那现在是去用 Python套件去取得重力波的原始资料 然后再来就是它去做一些 预图杂讯的操作 然后画出来的图 然后再也有 有点像是 短时评的负列分析 或是 Weblet的分析演算法 可以看出 有个讯号就是从 所以这时间从比较低评到比较高评 就是他的物理概念就是有两个黑洞 在附绕过前方 越绕越快 然后造成 有个床单 上面放两个铁球 所以他越短越快 然后床单的那个震波会越来越快 所以他的那个频率 会从低频到高频 就是这两个介绍 OK 最后 我就问他说 如何成为烈心鬼 然后他就回答说 因为他就是 今天是推广告一下 就是 Astrike in Taiwan这个社区 然后就是有成立一个FV 他最早是 我们刚刚天文所的Python讨论会 后来扩大为 邀请各位对天文观测 观测资料有兴趣的朋友 然后加入这个社团 然后我会在上面发文 然后最近的有一个 因为我觉得就是 并不是所有的 大家都对天文的资料分析有兴趣 但是怎么去用 用天文资料去做出一些 有趣的数位产品 然后我现在在 尝试用Pycan去做出一些 游戏 但是他背后是会 去取得真实的观测资料 好 目前就到这里 谢谢 我有兴趣的 我会把那个GPT 放在这个FV社团 谢谢 我们谢谢一豪 然后史莱特还是一样没有问题 所以 然后发文的现在可以接上去 没有我只是出于好奇 因为如果是临日法的话 然后感觉我现在想象就是说 感觉好像 那个情形就是 我有一颗 能恒星跟旁边有个情形 可是一个恒星旁边 不一定只有一个情形 对 对啊 那怎么可以知道 就是说 现在到底是哪一个情形 在临日或者是 就是 你可以从 那个 持续 量面 他可能会分析出于 不同的周期性 他可能不同的POWER 他可能是有不同的情形 或你 所以 反过来说 从你那个 刚才画出来 那个叫什么 POWER最强的 POWER最强 可是还有其他 也是有 所以意思就是说 看到那样子的时候 其实有可能就是说 一个POWER最强的那一个 可能有一些 可能是周期性 对 那其他POWER 比较没那么强 是代表说 有一些可能就是 另外一个 或者是 因为刚才只有一段观测 然后他们也会把不同的观测 接在一起 然后会分析出 因为观测时间拉长 分析出比较 长周期的一些 就是可能在更外围的情形 他只有比较长 所以他就是这些 比较长周期的情形 那 再问一个问题是说 他既然是一个 持续资料 所以他是离散的 所以他后面的分析方法 应该是像 类似像 discreperation 封重 他会有 那个sampling的问题吗 我就说 你的sampling rate 过低导致 你们没有真正到 某个准率的讯号 等等 有可能 也是会可能 所以都可能会去 试不同的sampling 我听说 那个 望远镜在收资料的时候 他会有sampling rate 他会有sampling rate 好 我现在有点 他确定他的sampling rate 是多少 ok 那请问现场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我这边先插播一下 就是等一下这场结束之后 请大家先给拜原地 我们要拍合照 对 然后现场还有没有人想要问 讲究问题 请问一下就是刚刚最后我们做那个spaq analysis 我们用qtn凤 这边我们在做像是你这边或是介绍这些package 他们是 什么 是呼叫什么library吗 就是直接做qtn凤 可能用spaq 我有点不太确定 我目前不太确定 但我猜可能用spaq 因为spaq应该只有qtn凤 那现场还有问题吗 没有的话那我这边有两个问题要请不要 因为零日 第一个是零日法 那零日法的时候 其实是看那个行星绕过那个 他刚好在我们跟那个恒星之间的lion side 对不对 他就被挡住了 所以你的亮度会变化 可是像例如说我们太阳 我们太阳表面也是黑子 就是恒星的亮度是不是本身就会有些变化 是会不会想到你的训练 你说太阳的黑子 我说就是这个恒星会不会本身它亮度 就会有一些 或者是周期性或怎样的变化 然后影响到你的零日法 还是目前没有遇到这样的状况 比较 我们可能会先知道这个恒星会有一些比较常见 太阳 比如说太阳的活动 他可能太阳黑子也11年的周期性 对 然后或者是这个是可能已知的 所以在讯号的处理方面 可能都会先剔除这些 你们所谓的杂讯 然后再来是 刚刚也提到一个是 那个 镜像速度法 大概在四分之一左右 剩下的都是零日法 那对吧 我给一个圆柄图 对 大部分是零日法 对 那我很好奇 为什么是零日法 会看到比较多 镜像速度法 会看到比较多 因为比较难两侧 应该是镜像速度 零日法 就是你把旺金放在那边 大致上 就是再去分析它的分析性 就可以了 然后 镜像速度法 就是你要去 可能布定是每一个 恒星它上面都有特定的光谱 所以相较之下 你在光谱观測化 会低 就是 观測的 镜像速度法 其实是去观測 恒星表面的 恒星大系的那个光谱 它的吸收线 就是 上面的原子 被它的 恒星的光 激发 它之后它产生了一个吸收线 所以它吸收线 它的那个 观测 可能 没有来的鼻子 呃 零日法 就是它就直接 用往进了去 扫一片KO 然后 呃 镜像速度法 你要针对特定的一个恒星 去做观测 好 谢谢 那现场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没有的话 那我们谢谢一号 谢谢